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应该说他创作的生肖作品被很多的观众所喜欢 近日12个12个月黄勇玉生肖画展 在湖南美术出版社美轮美术馆正式揭幕 此次画展展期为一个月 门票免费 据了解 展览集合了黄勇玉自2006年以来创作的不同类型的12生肖题材作品 多达168部 完整呈现了其皇室幽默的这一艺术形式 著名画家黄勇玉先生的生肖展来到了长沙 以夫妇画的意义被解读传播 留下记忆 黄勇玉先生的生肖画最大的特点就是独有的皇室幽默 展出的168部生肖画中 以趣味的图片搭配辛辣讽刺的文字 述说了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 比如这幅推着老鼠婴儿车的生肖画 本身就是趣味冲突 猫和老鼠怎么能和平共处呢 再看配图文字 想一想它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幽默十足 一语点出和谐背后的危机 我觉得它的那个画作 然后配上它的那些简单的文字 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寓意相当的有那种底蕴 我觉得这个印象是龙 因为我每次出去的时候 开的那个龙都是那种龙头啊什么的 这也是把那个龙给人物化的嘛 它确实是比较贴近生活 然后都诗寒寓意 就是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些社会现实 幽默背后夹杂着辛辣讽刺和人生哲理 就比如这幅猴子耍人的画 上面再配上了一行字 风水轮流转颠倒玩一盘 不禁让人想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人生道理 此外黄永玉先生的生肖画还描述了如今整容成风 低头足成群的社会现象 每一幅画不同知识面的市民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道理 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传统文化当中 这种生我消失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是非常强烈的 你比如现在人民的名义讲猴子吧 因为文化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慢慢长成来的东西 然后体现在你自己身上 1980年黄永玉先生设计的猴票成为了当年邮票的爆款 而37年后的今天 黄永玉先生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 结合当今社会现象进行重新诠释和创作 让人们一笑过后引发思考更为可贵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明天晚上人民的名义即将迎来大结局 不少观众也在感叹 下一部能成为爆款的电视剧会何时出现呢 答案就在现在 一部名为脊梁的反腐立作 即将登陆央视的迎评 与人民的名义一曲同工的是 脊梁是从国家纪委的角度切入 目前啊 该剧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 2016年度全国重点扶持的六大剧本之一 近期呢又将该剧列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参考剧目 不多说啊 剧集好不好看 我们看了就知道了 大火反腐剧《人民的名义》明晚即将收官 连续反腐题材的热度 又一部反腐剧这吉良即将登陆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近日该剧曝光了将近十分钟的片花 让观众不禁高呼过瘾 我们也是为观众朋友们盘点了该剧的三大看点 看演艺 主演阵容超强 《人民的名义》爆火与张峰义 吴刚 许亚军等老戏股的精湛演技是分不开的 吉良同样聚集了李又斌 唐国强 任成伟 如平 刘晓峰等一大批演技逆天的实力派演员 他们互相标戏十分过瘾 他们害怕的不是我们查出牛伯冲的问题 而是担心他们自己 他们可以这样做 我要按兵不动 尽管舍待 留有辉旋的余地策略 看你二 题材真实 业内评分高 好剧最核心的就是剧本 该剧素材来源自中央纪委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 和省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经典案例 而为求真实 不仅主创们和一线办案人员进行了数十次的座谈交流 一众主演也深入到了省市纪委采访调研并跟班学习体验生活 力求真实还原角色 决息中央电视台审查组专家在看完整个剧后 甚至给出了95分的高分 概念三 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本剧开篇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故事从江南省丰州市委书记牛伯仲的意外死亡开始 引发了一系列的震动 省委副书记梁嘉南临危受命 随着工作的开展 他逐渐发现 丰州各级政府存在着已成的潜规则腐败现象 数个即将投入建设的项目更是利益争夺的核心 神州能源集团的五千万已经到了市委的账场了 真没想到啊 他们会选出所谈 真是发小轻身啊 签纸 您签场所有的损失 我们做相应的补偿 六十个亿 姓陈的你这是讹诈知道吗 什么 你还想再召开一次论证会 我是丰州的市委书记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摆十亿的钱 面对正义之鉴 利益集团百般施压 使劲花招 一场艰难的反腐大战开启 南疆省委工作组严格监督直系问责 克服直系审查中的重重阻力 向腐败势力果断亮剑 直指巨大阴谋背后的利益集团 他所要挑战 是一种官场早已经根深蒂固的一种 听起你们的脊梁 让他插上翅膀 飞吧 据了解 该剧即将在央视一套重磅推出 喜欢该剧的观众朋友们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先锋编辑正理报道 今年的4月23日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 应该说在全国都刮起了一股爱学习爱读书的热潮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读书是一件贯穿人生一辈子的事情 并非在读书日才会这么火 随着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日益增多 在我们的日常各类读书活动 其实早已经如火如突的在进行当中了 而且人们不再局限于个体读书 而是喜欢抱团来分享 加速对于心智的汲取 昨天晚上一场主题名为海归游子的 豹国赤子星活动 就吸引了不少爱读书的书友们来参加 第22个世界读书日才过完 这周长沙又迎来了书友会 邀请在科技工艺艺术商业等领域 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创业家 首艺人工艺者 以论坛演讲的方式 与听众们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 与人生思考 据悉 吴小波书友会是目前全国最具影响力的 书友自发性组织 在长沙两年的自发组织里 集结了500多位读者 他们是有思想好学习 努力上进的有为青年 在这里用户们的力量是伟大的 可以做到海纳百川 彼此分享自己心动的发现 同时也让其他人从中受益 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是一名来自 湖南商学院大二的学生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有什么 就是大学生吗 有什么途径可以就是 接触到您做的这一类的工艺 中国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好 就是 不要以善小而不为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有很多的机构就都可以 你可以试下跟我联系一下 我推荐给你 而且还有就是说 每一次的工艺 其实就是一份发现 有自己心里的善良 我很欣赏你 当晚正在向大家分享的 就是来自软件开发 DNA法医鉴定的海关人士 不同的经历或许给人以不一样的启发 大家不用再对着各色各样的图书封面 无所适从 在这里你会读到更多的书评 来汲取养分 做读书会的话呢 不单是因为你可以读到一些新书 更多的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 其实一样的也是在成长 目前长沙最有影响力的民间读书机构 大约在五家左右 算上小规模的书友会 共有十多家 这种俱乐部的出现 是为喜欢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在空闲之余 把这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拓宽自己的事业 千丰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你看其实在读书会上 不仅可以读到自己喜欢的书 而且可以认识更多爱读书的好朋友了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读书 多多来习取知识 明天由陈可欣监制 周冬宇主演的新片《喜欢你》 即将登陆全国院线 今天他们俩是非离武汉进行了宣传 千丰记者应邀参与现场看片 并与主创人员进行随行采访 而就在此时 影片的发布会正在举行 现场是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千丰记者 此时从武汉发挥的情况吧 眼看明天就要全国公映 监制陈可欣 导演陈鸿宇携主演周冬宇 来到了武汉传媒学院 在见面之前 武传的学子们 已经提前看完了整部影片 虽然男主角金城武 没能来到宣传现场 但是导演却在现场爆料 金城武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原型 竟然是来自于监制陈可欣 泡面呢 其实有个故事 我们的监制呢 其实是从他而来的 他每一次拍戏 你们记得那个镜头吗 就是打开整个箱子都是 那个泡面 那个其实是他的箱子 他每次出去拍戏呢 整个箱子都是泡面面 然后呢 其实我们很多路种的 金城武的一些很挑剔 很龟毛的一些性格 确实是从我们的 整个新建制 请欢迎你讲述了 霸道总裁陆敬和创意厨师 顾胜男英美食结缘的故事 影片中有各种美食的画面露出 缠着大家口水直流 明天先锋记者将会为大家带来 三位主创的独家采访 千万不要错过 先锋记者武汉采访报道 健康生活从此开始 感谢优雅式口腔 为主持人的口腔健康 保驾护航 说到深夜食堂啊 这是安倍夜郎创作的 一系列治愈系漫画作品 讲的是一家小餐馆当中啊 这里的菜单呢 只有猪肉味增汤套餐一种 但是呢 老板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啊 利用现有的食材 做出各种料理 而且他还会和客人一起 带出一个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 曾多次呢 改编成电视剧 如今啊 中国版电视剧也即将热播 主演呢 是大家熟悉的黄磊 人间服事会 时短情异常 深夜食堂 以暖胃的食物 串起暖心的故事 描绘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 近日 中国版的深夜食堂的 先导预告在网上公布 唤醒了不少观众 对深夜食堂的情感 一天又结束了 当人们赶路回家时 我的一天 在开始 正如大家所期望的 中国版的深夜食堂里的 刀疤大叔 由黄磊饰演 因为黄磊在之前 向往的生活等节目中 初一的展示 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心 所以 由他来出演 刀疤大叔 也打破了不少观众 对中国版深夜食堂的疑虑 从定装照来看 黄磊的装扮 也高度还原了原著 相似度可谓是百分之百 你问有没有客人 我想 客人还蛮多的呢 预告片中 除了黄磊 赵又廷 张军应 陈奕涵 金世杰 等数十位优质演员 也亮相该剧 可谓创下了国产电视剧 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明星记录 除了耀眼的群星阵容 深夜食堂里的食物 也是网友最为关注的话题 此次首次曝光的部分菜单 红烧肉 东北粽等 饱含中华特色的本土食物 先后露出 这些中国话的改编 赢得了网友的烈点 很多人到这儿 总是点着同一道菜 有些人追的是口味 有些人追的是习惯 多数的人 是追一份过去 大家称这是 深夜食堂 该部作品由蔡月薰导演 携手黄磊 以每个故事都是一部电影 为最高要求 将十五亚洲化 制作极致化 拍摄场景 国际化 现实故事 温暖化 全力奉献了一部诚意之作 该剧将于6月11号 在北京卫视和浙江卫视 同步播出 先锋编辑整理报道 看完了深夜食堂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年第七十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 此次嘎那国际电影节 5月17号到28号 这期间举行了 有18部来自世界各国的电影 入围主竞赛单元 共同角逐金松驴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入围影片当中 没有一部华语片 对于为什么华语电影 林入围 嘎那主席福茂 在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 这是因为中国电影 发展成撕裂的状态 中国的电影 是拍给大众群体看的 越来越商业化了 这种影片 不是他们会期待 能在嘎那放映的东西 但是作为嘎那电影节 七十大寿 不能没有华人的面孔吗 尤其是不能少了他 昨日第七十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 公布主竞赛单元评委名单 中国女演员范冰冰名列其中 将和美国女演员 杰西卡查斯坦 美国演员 威尔史密斯组团 评委会主席 由西班牙导演 佩德罗阿木多瓦担任 这是继巩丽 张曼玉 杨子琼 张子怡 舒奇后 第六位华人女演员 担任大赛评委 说到作品 范冰冰仅一部 得以入围 嘎那国际电影节 还是客串 王小帅导演的 《日照重庆》中的一拳 但说到曝光率 她的龙袍装 鲜鹤装 是嘎那红毯上的神器 嘎那红毯 也成为她走进 国际视野的通道 也是代表中国形象的存在 但出席身份 多以嘎那官方主赞助商的 代言人身份 做红毯 这次 范冰冰的身份 确实评委 从蹭红毯 到邀约出席 再到成为 嘎那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评委 范冰冰花了整整七年 才龙门一跃 几天前有消息曝光 李安将指导 好莱坞科范电影 双子煞心 近日 外媒曝光影片主演 可能是好莱坞著名影星 威尔史密斯 李安能否指导 本片尚未确定 但外媒称她 之前计划拍摄的 全期电影 《马尼拉之战》 目前正遭遇拍摄困难 影片能否在2018年上映 还是未知数 而威尔史密斯 目前也处于 恰谈阶段 她昨日刚刚宣布 将担任本届 嘎那电影节 主进赛单元评委 此外 她还可能加盟 迪士尼真人版的阿拉丁 和导演盖里奇合作 达康书记 东莱局长助阵 《战狼2》怎能布火 近日 《战狼2》曝光剧照 又是一位熟悉的人物 东莱局长 早前 《战狼2》剧组 就在网上曝光了 达康书记 吴刚在剧中的剧照 看来反响热烈 近日再度发力 并剧透人物角色 东莱局长的 饰演者丁海峰 在电影《战狼2》中 饰演了一位海军舰长 依然是一位 硬朗的正派人士 微博中 他调侃写道 称终于不用再 被达康书记骂了 有专家分析 吴刚 丁海峰 刚毅的脸庞和形象 非常适合《战狼2》 吴京将这些 实力派的演员 物尽其用 完美融合进电影 也是为 军旅类的电影 注入了新的活力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战狼2》上映之前 两人就因为 人民的名义大获 不得不说是 恰逢好时机 相信有达康书记 有东莱局长 再加上 吴京队电影的 执着和认真 注定《战狼2》 将会是 今年电影界的 又一匹大黑马 前鸵编辑正理报道 这大鹏要组乐队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是有点惊讶的 仔细了解 我才明白 原来不是真的 进军音乐圈 而是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名字叫 《缝纫机乐队》 今日他率领 这支有点特别的乐队 是举行了发布会 至于成员当中 有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有年长的爷爷 更是邀请到了 鼓励那扎当贝斯手 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三年前 电影《煎饼侠》 收获不足票房 如今 大鹏的第二部写剧作品 《缝纫机乐队》 皆将在国庆档 与观众见面 近日 大鹏带着影片中的乐队 亮相发布会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缝纫机乐队 一个个都如此另类 有刚满八岁的 键盘手小妹妹 古兮之年的 吉他老爷爷 还有一个 反差萌厉害的 美少女贝斯手 那扎 这样一个奇葩的 乐队拍电影 大鹏 难道就不担心 电影上映时 被影仪吐槽 不专专业吗 我其实给那扎 准备了一个提升 就是弹 弹被子 手臂 然后每一次呢 我希望就是说 那个表演演出的时候 那手臂会在 然后呢 前两天我就拍摄这场戏 我把手臂发过来 结果到现场 就发现 那扎弹的 比手臂 然后这弹的太好了 就是 那个手臂是用不上的 然后那小姑娘 一直处在 咱们那个片场 就从早上五点 一直戴到半夜 据悉 影片讲述的是 摇滚青年胡亮 散尽家财 组建缝纫机乐队 试图保住 摇滚公园的故事 为了组建这个乐队 大鹏可没少花青丝 在电影开拍前 将原本不擅长乐器的成员们 弄到了摇滚学校培训 尤其是乐队主唱 乔山之一开口亮嗓 就把小编给惊呆了 大鹏分享 音乐是自己一直的梦想 从13岁躲厕所练吉他 16岁组乐队 到19岁措施全国比赛 21岁遭遇虚假唱片公司 音乐之路一直坎坷 他希望凭借此片 圆自己的音乐理想 现场他也是既有难耐 拉着乔山 一起玩起了演唱会模式 据集影片将于2017年9月30号上映 先锋编辑正理报道 should be always should be 娱乐极限风 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三甜 想吃就吃 冷酸林冠名播出的娱乐极限风 大家好 我是燕梅 健康生活从此开始 感谢优雅式口腔 为主持人的口腔健康 保驾护航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电影《喜欢你的》的主题曲 一起来听听吧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是不是特别吵 你还是不说我就不送手 你看 你看 9点钟方向